不是要離開了,就沒關係,就自由離開 那願意聊的,我們就聊一下 捷運最後一班是幾點? 十二點多 十二點發車 十二點發車 這邊走過去就台北車站了 所以應該很近 所以願意聊的就聊一下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就隨便聊 其實我去大安社大瑞翔那邊 應該有時候會叫我去跟大家聊一聊 我去過兩次 可是好像有一些人我還不認識 我還不認識,那我就不曉得說 有幾位我比較認識的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來拍什麼 他們都會碰面 那沒有,就是我不認識的,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已經有去拍過一些什麼樣的題目 或是我簡單問有沒有拍過類似這樣的場合 有沒有人有拍過這樣的場合 就是採訪過這樣的場合 文寧院 有拍過文寧院 有沒有拍過這麼多人 有沒有拍過這麼多人 或是有沒有來過這樣的現場 翻和遊行 就是有幾個同事 翻和 這樣人多的時候去先生人會吸一張 找不到自己人找不到拍照的狀態 你會靠近一點 怎樣 我自己拍的時候會覺得通常會失去重點 失去重點 對,知道要拍重點 至少是世間的重點 就是說你會不曉得應該拍什麼東西嗎 會被牽走 會被牽走 嗯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啦 假設我文寧已拍那個遊行好了 你說拍過那個和事遊行對不對 因為他一直在進行嘛 你一直在進行 你很難去說 你要去拍整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就會建議是不是 你在錄嗎 對 你這樣 打到我的臉 對對對 有大臉 應該還清楚 就是說 假設 假設這種比較大的 我們是不是要去 針對某一些 某一些點來看 你 譬如說以這個例子是 你這裡是在講反服貌嗎 反黑箱服貌嗎 那雖然我們會想要去 去做一點 服貌的東西 可是 你假設到現場來 你能去做服貌的一些相關的報導嗎 應該是世界 應該是活動人生 所以 我倒覺得 我倒是建議大家 假如你們要去談服貌的東西 那你乾脆在家做點功課 那個異常的事啊 問我 我們可以進去嗎 大家覺得可以進去嗎 或是說 或是說你應該問你有必要進去嗎 我剛剛是跟他回答說 假設啦 我要進去 那也許我就 因為也許有人認識我 那時候我去講一講 那可以進去 可是 我想我進去做什麼 因為裡面已經太多媒體了對不對 甚至 甚至 他們都在直播了 那我們有沒有必要進去 那 假如沒有必要 那我們在這邊 因為我們這樣走過來已經很久了 假設啦 你們還有時間也許再繞一圈 這邊是中山南路 然後那邊是青島 青島東路 那主要 因為這邊 人不多 所以 警察不開放 人多 他們會不會開放 這邊還有人 那沒有 這邊就是都車子 所以人都舉在這兩邊 這邊跟那一邊 所以 我們在這邊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 想一想 你們可以開始 那 剛剛瑞翔本來是說我們在那邊討論就好 可是我跟他建議說我們是不是先走過來 讓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體會一下 那我現在問你們 譬如說你們這樣 走過來 你們覺得有什麼點 你們有看到 什麼特別的東西 隨便講 沒關係 或是說 你覺得 你有興趣的 或是說你發現什麼東西 什麼事情 有一些那個社會意義 社會意義 你說紅香他們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假如談多一點 這個並不是 只有 譬如說 假如這邊是在反 不要說反服貌 應該說反 黑香服貌 假如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在這裡就只有反 黑香服貌 這樣的東西嗎 顯示他 牽涉到 對 那為什麼 你看 環保的人 會來 那 我相信這邊 一定還有更多議題的人 會來 只是我們 過來 我們就碰到 環保 大家有 之前有看過這個事情嗎 環保徵收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是 林口 A7 的問題 為什麼這些人也都會來 所以他是只有反黑相服貌 這樣的問題 還是說他其實是一個 更上層 整個架構的 問題 大家有沒有去 譬如說這樣 走過來 你這樣體的 你們有沒有 就體會到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還有嗎 大家還有看到什麼嗎 也許 對 有來過幾次了 可以 蛤 有來過幾次了 可以講 有人來過幾次了 玉婷來過幾次了 上禮拜三就有來 有過過一次夜 可是衝突那個晚上 我就沒有來 然後 我看今天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很奇怪 是在 立法院研究大樓那邊 之前 巨馬是圍起來的 那 警察要換班的時候 還會 還會需要清點人數 就不要讓警察 人數在裡面 就是 增加 可是今天 是 開放 自由禁數 好像不只警察 還有一般工作人員 也可以禁數 所以我想 看起來是 好像比較緩和 就是 我不曉得到底情況 是好還是壞 但是 感覺氣氛就沒有那麼速殺 然後剛剛講到其他議題的人 也會來 不是來關係這樣的事情 反正 我自己覺得是因為 其實這個政府 它有很多 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用 用法制 或是 速度以法去解決 因為 可能太慢 來不及 像福茂 我們如果 今天學生沒有佔領立法院 這件事情就這樣通過 對 或者是 像其他的抗爭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衝突 也是 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 缺乏 一個 合理的管道去 去發揮 發出我們的訴求 對 所以 其實我覺得 他們 看似不一樣 他們其實是 某個層面房子來說是 連結在一起 大家只是 會距離在這裡不是沒有原因 這樣子 我自己距離 講完 或者這樣講好了 簡單講 那為什麼只有學生來 對不對 那這個是 全台灣所有人的問題 各行各業的問題 不只學生 我看到的 全台灣 蠻多 歐吉桑的 歐吉桑那部分在那個地方 那邊比較是正當 對啊 那是正當中 歐吉桑也有 我會覺得 就是說 其實 就好像 拿今天 辦課那個 汪文豪老師講的 就是說 洗衣精裡面 有農藥這件事情 就是 在不移之處 有移啊 那但是 我覺得 我們都 在長期在 復全的 重提之下 然後已經 不想抗爭了 覺得沒有用了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次學生 真的 因為就像 莊鳳嘉寫的 他們一舉 淘汰了好幾個輸大 因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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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用了 真的 因為我們已經覺得說 已經 在講什麼沒有用 那所以說 我也問過我 我兒子高三的一個 我問他說 像這樣子 我兒子靜坐 你會不會來 那你以後 會不會參與 這樣子的 學生運動 那只回我一句 你以前 他意思說 你以前當公務員的時候 你也沒有想到 你會去當公民記者 那我覺得是 要有一個 覺醒 有一個覺醒 我覺得說 永遠有 有機會 一定要去表達我們的聲音 但是 但是 這個 這個 那個 維茲大哥可能就知道 所以這一次喔 他們 剛剛也有同學問我說 處理你為什麼 這是這麼安靜 我說 我為什麼很安靜 我才發兩條 我很悶啊 但是 你 人在公門 你 沒有辦法 對啊 所以我只能選擇 最無害的 對 那你能夠幫忙 這個是 談到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 我們還是回來 看說 我們這樣走過來 你們看到什麼 或是你們有 覺得有什麼東西是 有興趣好的 走過來看到什麼 你自己沒講啊 哈哈哈哈 我講啊 他講完你們就不用講了 靠近你講嗎 靠近你講嗎 靠近你講大聲一點 我之前也都有來 然後我來的時候就有看到 兩個現象跟 就是我看到了 覺得比較有興趣的 兩個 現象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第一個是 我看到那個 有一群人 就圍成圈圈 或者是 有大有小 然後呢 裡面的人就在討論 在發表議題 發表意見 大家在發表意見的時候也都還 蠻有秩序的 他講話的時候 別人也不太會 搶話或是 插話 那 這種 我覺得這種現象也算是蠻好的 只是我比較 好奇的是為什麼有一些圈圈是 蠻大圈的 圍起來的人就很多 可是有一些圈圈就很小圈 那個人就沒有那麼多 這樣子 然後另外 你有去聽為什麼人會在上 我是在比較大圈的 有聽 然後 我是覺得因為他講話還蠻有趣的 所以 其他人 可能就會被吸引 然後另外 另外就是 這樣的場合就會有很多人都進來 然後 我比較注意到的是那個 攤販 小販子 他以前看報紙 寫說 民主香腸 那我在想說 那個應該就是民主香腸 就是 人潮 進來了 那 小販 也可以做做生意這樣子 對 這個 現象還蠻有趣的 他講那個小販的假假 因為 那個小販 有蔓延到徐州路去了 那本來我們第二天要去買烤鴨 後來就看到警察去開單 跟他說 這中正區的 你知道嗎 你拿來這麼賣 所以他舉定的很嚴重 他周圍 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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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啊其實 我也會去看一下那些動態 那你說的那個 其實因為這裡學生 那有很多是老師直接來 所以我在想說 就像我們現在也是唯一個圈圈 是很多人是把這裡當成是一個學習的地方 就當作一個小事 要談一些事情 應該還是要到現場 還有嗎 大家還有看到什麼 人數減少 人數減少 我覺得蠻詭異的 這個 他們 其實 其實 他們是有策劃 然後有計劃的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政府要鎮壓這件事情 是很簡單的 可是他知道民意 一定要留一個出口 所以一旦他們去佔領了 那個行政院之後 他立法院的 他就不處理 事實上要處理是很簡單的事 但是我相信政府他有感 有感覺到這個民意的出口留著 所以他去弄到行政院的時候 馬上那裡就處理掉了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很詭異 OK 可是我們現在的主題是說 我們可以來報導一些什麼東西 那大家也許想談了說 這邊大家在靜坐有沒有效 那政府會不會回應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不是 評論家 或是那個 策略我們不是在擬定 所以也許 這個好像也 不大 不大容易去談